再看到美國上個月爆發銀行倒閉風波 暫時告一段落 但是危機警報並沒有解除 因為各界都在擔心 後續有沒有可能會像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事件一樣 引發全球的金融海嘯呢 股神巴菲特他一生看過了許多大風大浪 他認為說美國銀行業危機還沒結束 甚至他預言了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銀行倒閉 巴菲特指出說呢 銀行業定期會做些蠢事 像是資產還有負債錯配的問題 以及有問題的帳本 後續都還會持續曝光 但巴菲特也強調了 他說此刻現在和2008年金融危機的條件 並不相同 除戶也就是這些存戶 不會因為銀行倒閉就損失他們的金錢 但他同時也警告 現在不是價值投資的時機 迪結陷入困境的銀行股 可要小心了 因為美國政府呢 雖然會出手救援 但是優先受到保護的是存款的除戶 不會是買進銀行股的股東 我們來聽巴菲特怎麼說 那麼此刻看起來 美國銀行業雖然沒有立即的危機 但整個風險並沒有完全消除 連整個升息就賜資金往外 尋求更高報酬 所以就連大型銀行都嚴重的失血 透過圖表可以看到了 他們的存款是創下十年來的最大下滑幅度 同時升息本身對銀行業 他們收利息來說還是有真面幫助 四大銀行第一季的近息差 預估都比去年同期擴大 美國重量級的金融股財報明天開始陸續的公布 摩根大通、富國銀行、上季APS 預估都會成長 花旗高涉摩根森里 預估將會衰退 而在美國銀行的部分則是持平的局面